嗨大家好我是车贩的老胖你驾过黑油吗对吧什么叫黑油有几种啊我给你讲讲我驾过的啊一种是打电话也拧个桶对吧过来给你驾还有一种你是自己有个相识货车里边放个大油罐对吧 跟加油站一样整个墙一插兔给你驾首先啊这些黑油说实话啊黑油我不建议大家驾黑油原因很简单对吧为啥呢你要知道啊 为什么中国是有个中国实话有贵呢对吧这个大家得需要体谅一下对吧人家技术高潮体谅的比较好而且人家正常纳税对吧 交了47%的税这些黑油可能没交税啊能不能我不知道可能没交税对吧所以说这些小的交战这些不是小的交战啊就这些可能是没有不挂牌子交战牛对吧就被啊这个中石油中石化呢通一制定为黑油了啊 但大家要知道黑跟黑是中国语言博大精神对吧他们这个黑呢可能说是拿不到面上来的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种 背地里所谓的犯法的呀是这种黑当然了中国石油和中国实话 对我而言他们可能也是黑油对吧但是怎么黑呢一个是新黑对吧咋的新黑呢你说人家这油便宜两块钱对吧人老板赚点盆满不满的对吧人家还能赚到钱 而燃两口油那天天喊着赔钱但是其实我也能理解也能理解国家的苦術对吧这些黑油正应该整治的对吧确实如此你说啊 比如说育苗对吧我们国家老百姓都不用花钱免费给你们打你们还不打你们还不思台语对吧甚至有些地方就是感觉呢 要不怎么说国家待遇好呢政策好呢对不对你看有些地方打育苗给钱对吧有些地方打育苗送油对吧你就说就是就国家就是怎么说呢 被我们普通老百姓着想赶紧散财对吧把这个你看花钱这种不用我们老百姓花钱你不打还不愿意这个中国十九个一样对吧人俩一种国企对吧每年都赔钱年年都亏损那证明什么呢 把证明是国家在擅长国家不靠这个东西是挣钱对吧所以说是给我们老百姓的福利对吧我们怎么能不识台语呢对吧这种福利都给你了吧你们怎么还能不去呢对吧所以说很难理解对吧我也希望啊我们都加这个正规私有的油啊毕竟对吧这是我们生怎么说呢生在中华对吧长在中华领导发令呢我们需要给领导面子对吧引进讲话呢我都赔钱给你你们还不干你们要干什么呀对不对 所以说呢怎么说呢嗯大家加一加两两大油对吧对吧嗯说实话我不喜欢大家加黑油对吧为啥呢有人说完了你们都加黑油了对吧那个我刚才看到一个黑油店被这个被断了啊吓死我了我你妈呀我家那黑油店可别给我断了这我要断了我去哪家去对不对没办法我这人就不识台语对吧这个我从来不占任何人便宜对不对我这人就这样就是我得到了 我就得让你赚到如果这个我花钱对吧你还没挣到钱我中华领导我我这人嘛怎么说呢虽然我是个小市民对吧但是呢我也是纳粹人对吧身为中国公民我不想拖国家后腿对吧我不希望就是说我买了九块钱一层油然后国家还赔着钱还得搭我点对吧我中华预心不忍与其这样对不对我还不如花个七八块钱六七块钱让这些小老板能挣点他朝我一家乐喝的对吧 最起码在那我能感受到上帝般的待遇 最起码在双油这我是感觉不到的啊所以说大家怎么看呢对吧加小油还加大油呢对吧啥叫大油呢就是这个 所以说你是愿意加中石油中石化的黑油呢还是愿意加这种对吧被中石油中石化制定为黑油的油呢对吧 这东西不得而止的装而言之对吧有价 贵吗其实不贵对吧反正中石油中石化的确实不便宜啊我这种穷人我是加不起的我还那句话其实也不是我加不起的我只是不想给国家增加负担所以在选择黑油的 我也希望对吧这个这个这个黑油老板啊你们的心继续黑下去对吧你们一定要坚持住啊如果你们坚持不住呢我就只能无奈地拖累国家了对吧这个东西 挺挺难为住的我也我也替国家感谢你们如果没有你们对吧那可能国家培育更多所以说你们才是默默无稳的背后英雄 对吧啊我希望你们坚持住啊一定要坚持住对吧这个问题你们是为国家福利的一个 良心的企业你们要坚持不住对吧那就挺遗憾的了所以是为了让你们对吧能坚持住我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你们 好